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 毛主席痛批第一秘书陈伯达 并把一旁的林彪吓得瑟瑟发抖 直言从未见过主席如此愤怒 然而事后主席的一句话 却让陈伯达感动落泪 甚至差点下跪道歉 陈伯达到底做了什么 竟让毛主席如此生气 最终主席又说了什么 1904年陈伯达出生于福建 一户贫寒家庭 不过他的父母却对教育十分看重 就算省时俭用 也要供陈伯达读书 而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 陈伯达也不负众望 从小就在学堂中刻苦读书 成绩优异 年仅16岁 就从师范学校毕业 前往厦门担任小学教师 直到1927年加入共产党 凭借着出色的能力 很快便被组织安排 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然而好景不长 很快抗日战争爆发 远在苏联的陈伯达也收到消息 立马决定返乡保卫祖国 不过由于他只是理论知识比较好 身体素质的差距 导致陈伯达没办法加入军队 最终只能担任一名教官 负责理论上的课程 但他有着福建人独特的闽南口音 大部分学生根本听不懂 效果大打折扣 陈伯达在这期间 也未能得到组织的重用 但峰回路转 在一次主席发起的会议上 陈伯达也恰巧在一旁 会上是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 导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观点 一时间吵得不可开交 正在此时 陈伯达突然出声 把两方的各个重点总结出来 仔细分析了优缺点 并且十分完善 这一来 主席立马注意到了陈伯达 当晚便邀请他一起吃饭 有了这样的经历 陈伯达一路平步青云 被毛主席一再提拔 最终顺利成为了毛主席的第一任秘书 然而就算地位不断升高 可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 甚至就连平日和蔼可亲的毛主席 也会因此大发雷霆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 毛主席一边筹备 一边布置出访苏联的任务 由于这一次出访 恰逢斯大林大寿 毛主席决定备一份特殊的贺礼 以表示我国的诚意 直到开国大典结束后 第一时间就准备前往苏联 原本许多党内领导都请求跟随毛主席一同前往 但主席却对这次的随行人员有自己的要求 点名让陈伯达跟随自己一起 可谁知陈伯达却出现了意外的失误 1949年12月 毛主席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列车 刚刚抵达苏联 便被斯大林安排前往住所 可谁曾想 陈伯达竟然私自外出 事先没有向中央请假 搬去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居住 就连第二天的工作都差点耽误 得知此事的主席连忙询问陈伯达 为什么要这么做 看到如此严肃的主席 陈伯达也不敢说假话 只能告知自己的儿子在苏联这边工作 多年未见 十分想念 所以来苏联的第一时间 见见自己的儿子 听到这个理由 毛主席脸色也逐渐缓和 并主动帮他向中央解释 毕竟念子心切 去见个面也可以理解 由于工作繁忙 主席并不想对此事太过计较 其他人看到毛主席都没说什么 自然也不会再揪着陈伯达的错误不放 可谁曾想 他并没有因此愧疚 反而在这次的仿苏期间 屡次犯错 惹得毛主席勃然大怒 依旧是仿苏期间 斯大林为了感谢主席的来访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 而陈伯达身为主席的秘书兼翻译 自然也随之一起到场 刚开始陈伯达尽职尽责 把每句话都完整地翻译给毛主席 可当推杯换盏后 斯大林突然来到陈伯达身边 夸赞他是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 还表示自己对他的著作十分赞扬 此时陈伯达不知是喝多了 还是怎么回事 沉浸在斯大林的赞扬中不知所谓 顺其自然地和对方攀谈起来 完全忘了自己这次的任务 是给毛主席当翻译 甚至将主席晾在一边 这还不算完 没过两天 斯大林再次邀请毛主席 前往影院 观赏一部名为《红莹素》的电影 但由于其中的内容 有一部分对中国来说并不算友好 所以毛主席与其他领导 自然没有心思观看 可谁曾想 陈伯达竟然独自应邀 并对其中辱墨中国人形象的片段 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但看完后来到毛主席房间 将此事全部说出 本想能得到主席的夸赞 可谁知 毛主席却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 明知道戏不好还要去看 这是自取其辱 在一阵批评过后 陈伯达也意识到 自己的失职 随后主席又说 自己对他十分看重 一定不能好大喜功 这句话令陈伯达十分感动 当场就要下跪认错 毛主席当然不会接受 将其搀扶起来 可谁曾想 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陈伯达竟然再次 犯了严重的错误 1966年 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 陈伯达走马上任 随即遭到了 来自各方面的攻击 对于这种情况 他一个秘书 自然无从适应 只能寻找合适的靠山 来帮自己解决 陈伯达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林彪 在军队势力庞大 手下更是精通宣传 随即二人一拍即合 开始了亲密合作 陈伯达积极为林彪卖命 而林彪也几乎满足 他的所有要求 夫人叶群 更是亲自派遣运输飞机 给陈伯达送一只新鲜的螃蟹 而随着二人的势力 越来越大 也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 随即在一次私下会谈中 愤怒地批评道 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的 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 毕竟陈伯达现在已经鲜明战队 并且和张春桥等人的矛盾极大 往往一个政治方针 双方总是给出两种不同的书面文件 而批评陈伯达的话语 被林彪听到后 看似是玩笑话 却让林彪十分惊恐 曾经毛主席也开玩笑地说过 自己当副主席 让林彪当主席 这一系列的言语 让林彪感到了极为恐怖的危机 为了防止局势恶化 最终他与陈伯达商议后决定 开始暗地里行动 甚至做出了一些危害毛主席的事情 可谁都没想到的是 二人谋划的事情很快败露 不仅林彪做事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陈伯达也突然离开了政治局 然而当他准备逃跑之前 便被抓走 接受调查 林彪集团的阴谋也没有得逞 最终在带着家人出逃之时 坠机身亡 陈伯达也在交代过一切之后 被抓捕入狱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